各位早晨,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四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在國會的政詞裏發出放甲的言論 他的言論之後,市場減息預期升溫 7月減息25個基點,機會有97% 消息刺激到,美股暴升 美股三大指數升幅在介乎0.2至0.7%之間 港股方面,今日跟隨外圍高開,高開大約100點左右 開市之後高走,暫時升超過300點 另外,隔晚油價方面,亦持續反彈 美國原油庫存減少,美國亦預期會打颱風 刺激到油價,亦反彈 WTI7月原油期貨和布蘭特原油期貨,亦升4% 另外,至於今日在港股方面的焦點板塊 除了油股反彈之外,物管股亦是繼續做好 物管股份,即是多隻,亦在發營起 昨日有永升,今日有雅生活 相繼亦發營起,導致版塊整體都被看好